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你不看到最后想不到结局的短篇动画 解救长发公主 在神秘而又古老的城堡里 困着一个长发公主 传言她的美貌天上人间,无人能敌 她银白色的长发是每个男人心知向往的美好 所以总有不怕此的勇士爬上了满是荆棘的城堡 想要把美丽的长发公主解救出来 这次,勇士们为了抱得美人归 再次准备进入城堡 看着城堡外围用长发吊着的尸体 无奈的硬着头皮往上爬 终于到达城堡后 勇士们争先恐后的跑向里面 他们踏过公主的头发 终于来到城堡内部 在这里,他们看到被头发包裹着的公主 他们赶快给公主解开头发 就在公主被解开的那一刻 他们听到嗖的一声 可外边什么都没有 在回过头时,公主已经不见了踪影 而抱着公主的勇士 双手就被头发被绑了起来 随后被迅速的掉了起来 长发公主在银白色的头发下行走着 他绿色的眼睛像宝石 随风起舞的样子像精灵 浑身都散发出一股射人心魄的感觉 勇士只愣了一下神 就被公主掉了起来 他们虽然英勇善斗 可贵无数的公主也不是无能之辈 一番打斗下来,公主完胜 公主把他们的尸体掉在城堡外围 她戏弄着远处飞来的乌鸦 等待着下一个赶死队的到来 原来城堡里的不一定是公主 也可能是女巫 自古英雄爱美人 总会有人在诱惑下 做出奋不顾身的努力 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一定要确认正确 再继续为之奋斗 虽说弯路都要自己一点一点走 但不是每一次都有可以回头的机会啊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及订阅小丽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咯